哈喽,大家好 呃,在上个视频,我有讲到 微不微资金呢,就由科技股呢 转上去种植股 这样呢,我们就来看看下 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种植股 这样这个 FGV呢,就肯定是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图 它的图其实 已经是在顶部了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筹码缝 这边有一个,这边另外有两个 它 星期五的时候,是跌破这个 20天的均线 这个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它这边这个是比较重的啊 头重脚轻 因为说有这个筹码呢,已经有底部 已经转到上去 呃,之前有讲过啊 头重脚轻是一个 呃,反转的讯号 除非 除非 它会突破 这个最高头 就是说它的股价就行往上去 就是说除非它这个头码缝 头重这个 呃,往上移 这个你就 没有这么危险 也就是说 FGV呢,它要证明自己呢 它在下个礼拜的股价呢 一定要去突破 这个52周的新高 如果没有突破的话 基本上都是很难去操作的 就是一定要突破了 如果没有突破的话 这些盘呢,才是里面 在这个 头重脚轻的这个 这个转型态 一定要突破 突破呢 其实就是个 马路讯号 这边的突破呢 一定要是一个 站稳上去 呀,要收盘的时候 站稳上去 如果要确认的话 最好是有连续两天 都是青色的蜡烛啊 这个就是 confirmation 呃 这样当然 我也不知道它明天会怎么样 我们只是可以继续观察 看一下它明天 有没有机会突破新高 如果有的话 可能就是个机会 没有突破的话 基本上都不用看 OK 这个就是我对FGV的看法 呃 这个头重脚轻的这个 心态呢 真的是要小心一点 呀 所以我们最好还是要有一个 确认信号 OK 谢谢大家